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大家好 我是原神男主的配音演员录音 然后都不用跟我客气啊 叫我龙哥就可以了 然后这一次怎么说呢 感觉像走进了一个女子会一样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屏幕上会有我们的二弟小人 就怎么说 我觉得男主是里面最可爱的有没有 没有 很一般啊 很一般 那毕竟那么多女孩子 然后只有我一个男主的角色在的话 就说明了这个游戏里面男主的地位是多么高 对吧 那是女孩子啊 对不对 女孩子 女不重要 下一个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一只被你们迫害的备用食材 不对 应该是你们的好向导 派蒙的声哟 多多配 我是多多屁 好的 多多屁 好的 多多屁 所以你为什么要这样自我迫害呢 好 下一个 好的 最后就是隆重自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为西风骑士团的代理团长 请配音的林素 来来来 赌个掌 赌个掌 太假了 太假了 本次节目呢 是由我们四个人为大家奉上的第一期茶会节目 在这一档节目里面 我们会和大家一起讨论 原神这款游戏内外的很多的有趣的话题 希望可以把我们的快乐传递给大家 我们超快乐的 是啊 最快乐就是包包的 每天爬树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看看 今天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今天准备了三个节目 分别是 原来如此 轻轻松松的提瓦特之旅 和 心跳原神学员 你听懂了吗 你听懂吗 没有 完全看不懂了 心灵神辉 这是什么样的节目 虽然我是很乐意为大家解读一下 不过还是要保持一点神秘感的嘛 等到正式开始的时候 我再来详细介绍 此外呢 茶会刚刚开始 所以在正式环节之前 还是想先和大家闲聊一下 毕竟对吧 闲聊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那么屏幕前的大家 不妨和我们一起喝着茶呀 或者快乐水呀 一起来度过惬意的聊天时光吧 不会真的有人喝茶吧 不会吧 不会吧 那既然是闲聊的茶会嘛 我们就先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配的角色吧 因为毕竟看这个广播的大家 可能对我们四个都不是很了解 对我们的角色也不是很了解 那么就从男主开始吧 好 拍一面 确实 然后男主的话 我对他第一印象 是他的画风特别的好看 而且声音也特别好听 好听的 好听的 就很雅萨戏 就没有怎么听到过 来请你 就我对他 没有什么别的心中 我只觉得他好看 是吧 来自一个亲妈 对自己的女儿的 这也是超多玩家 这真的好看 是真的好看 对 主角很好看 男主角很好看 那都不如派萌是吧 派萌天下第一 派萌可爱 派萌主要是笨笨的 很可爱 对 毕竟派萌可是这个游戏的看板呢 看板最大的最有难 不是被我们迫害吗 我记得好像 之前不是有个统计 说大部分玩家选项 有个选项的时候 都选了应急食品 派萌是什么 虽然我也选择了这个 其实我也选了这个 你看连你自己都选 又选选其他的吗 但派萌他真的是那种 很特别 很手劲的智慧生物啊 一直陪伴你们身边的 所以还真的喜欢吃那样吗 还挺有智慧的呢 就跟多多一样有智慧后 毕竟是从湖里调出来的 智慧生物呢 好的 那我们的团长呢 团长是一个非常温柔可靠的大姐姐 然后又是大家的领导一样的 这样的人物 对吧 然后跟我这个人就特别像 又温柔又可靠 又坚忍不拔 对的 是不是呢 对的 对的 说起来了 说什么 你想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 对 我也觉得苏苏很温柔很可靠 对 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了 我们决算聊完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 来陪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二次的体验 因为毕竟我们都是 二次的天选之子 没错 快乐 然后 有什么感想 有什么感想 地图真的好大呀 对 地图超大 尤其是对包包来说 到最后一天好像 我为什么跑步啊 他好像最后一天都只开了摩德吧 你说什么 什么 真的吗 我开了 我开了很多的 反正一半怕是没得到 你也去了吗 去了呀 有一个大佬带我开了 一个小时把很多地图都开了 你就是在最后一个小时里面 开了很多地图 我在抱大腿 自己果然还是做不到呢 而且我觉得各个城市的那种 不一样的画风 不一样的特点 这一点非常地吸引我 是的 你们还记得那个海灯杰吗 海灯杰 海灯杰 出来的时候我就真实地哭了 但我也是 我真的哭了 真的哭了 我仿佛地在 那个官方发的动态里面 看那个投稿 真的是 仿佛地在 也就一般般了 我也就看了个一百遍而已了 对啊 对吧 海才一百遍 我起码看了一百零一遍 好不好 而且后面我记得 我们在最后 快要官服的时候 不是官服 是测试结束的时候 我们还一起去 结束合影了 你记得吧 对的 就是遥望蒙德城 其实还挺有感觉 我们出生的那个地方 而且就是弓箭手的角色 他在蓄力的时候 他的箭矢会有颜色的 对 就会像 而且每个都不一样 像烟花一样 对 然后我们就 放了好久的烟花 就感觉 特别是当时那个感情 就感觉 玩了好久 就有一种 莫名的留恋吧 所以超期待 后面能够 后面的测试 想玩 想玩 你们觉得 想要加什么样的功能 那当然是 对我这种休闲玩家们 肯定是让我 重重甜的 家园心 还有 我想喂派萌 你们都有的吃 为什么不喂派萌啊 有的吃 有的吃 那喂完了 应该就 我也想摸摸派萌 摸一下咯 不是踢吗 难道不是踢派萌吗 哇你好残忍啊 摸一下肚皮不就好了吗 可是派萌小猫 可是派萌那么圆 不踢起不是很可惜 还是摸吧 还是摸吧 好 派萌好可怜 摸摸派萌 摸摸小猫 摸摸小狗 对摸摸摸 对上次他和狗狗可以互动的 如果能进一步互动就 嗯 对来来来来 真快乐 真快乐 好了好了好了 再快乐下去 我估计你们没编了 我们现在要进入 我们的正题 下一个环节 原来如此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环节 由我来说明一下 原来如此呢 是在蒙德城 不定期举办的 紧张刺激的提瓦特大陆 冷知识竞赛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 谁是和狄鲁克老爷 从小就结下了 不灭羁绊的男人 蒙德城内盛行的 丝袜伯爵奶茶来源 究竟是来自于 哪位美丽的女性 很想喝 甚至包括我 西风骑士团团长 不为人知的羞耻秘密 那是不存在的 以上这些统统没有 因为我们是非常健康的 儿童节目 言归正传 比赛规则很简单的 当我念出题目卡上面 写的一个原神的冷知识 你们三位要判断 是真的还是假的 答对加一分 答错扣一分 所有题目 回答完毕的时候 得分最低的那一个人 下一个环节 就不能参与了 下一个好玩的环节 对我们接下去 会有一个 很好玩的环节 直接不能参与 第一期就玩这么大吗 没有多大 就是毕竟 作为公正的 骑士团的团长 我不可能亏待 哪一位朋友的 对吧 如果到时候出现 两个最低分的话 我们就把 最高分的淘汰掉吧 好的 你们好像都觉得 自己会输的样子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了好不好 好 好 一共有三道问题 我们来看第一道是什么 不要举反 不要举反 不要说这个话 第一个问题是 冷知识 班尼冒险团 只有班尼特一个人 是真还是假 你们都认为是假的是吗 冒险团 恭喜你们 全部都答错了 班尼冒险团 真的只有班尼特一个人哟 全部扣一分 现在所有人的分数 那我们还是平局 那我们还是平局 就相当于 就相当于没有第一局 没关系 平局也是很快的 怎么冒险团 只有一个人 很大吧 超大冒险团 那么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巴巴拉最喜欢喝的饮料是 蒲公英茶 是真的 还是假的呢 你们又平手 可是这个显而易见 对啊 巴巴拉不是喜欢吃辣椒吗 好的 你真聪明 我们这是太了解了呢 全都答对了呢 好了解哦 我特别的疑惑 我举完了之后 看了一下兜兜的牌子 我们是一样的 我们也是一样的 恭喜你们现在都是零分了 因为你们刚才都是负一分 哇太好了 太好了 平局了呢 好了下一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非常严肃 很严谨 问题三 雷泽小时候 经常裸泳 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不起雷泽 但是真的我觉得 既然有这种问题吗 对既然有这种问题吗 肯定 对 恭喜两位聪明的女士 你们都答对了呢 好的 对 所以雷泽竟然有这么奇怪的癖好 真的是很棒啊 这是一些有趣的少年呢 是呢 是不是已经三道题了 对已经三道题了 所以我们成功地 决出了一个 决出了一个失败者 那个人的名字叫做龙哥 恭喜龙哥 恭喜龙哥 你没有办法 恭喜 太好了 太好了 下一轮的游戏 但是为了补偿你的最低分 补偿你的智慧 为了奖励我最低分 我们决定请被淘汰了的龙哥 为我们来播报下一个节目的标题 哇 哇 带你穿好 哇 轻轻松松的提瓦特之旅 好好 现在呢 我们来说一下啊 这个轻轻松松的提瓦特之旅 真的是一个非常轻松的环节啊 我们俗话说得好 百文不如一见 接下来 我们将有请刚才游戏的两位优胜者 回到游戏里面 再度开启轻松的提瓦特之旅 加油 好 在这段旅途当中呢 你们会收到一份 从天而降的 雾名敌人的挑战书 挑战内容有两项 你们认真听好了啊 两项当中选一个来完成就OK了 好吧 反正就是 你们敌人智商都不太高的 所以你们不用 那我们一定可以 对不用太害怕 我们两个人是一起打吗 是 一起 对 我们有两个 选项 选项A 是坚守之盾 选项B 生存之刃 你们可以听一下这个名字 然后就可以选一下了啊 你怎么好怂呢 就冲啊 我知道了 他说任 那我们肯定不会听龙哥了呀 我们选A 对 绝对不能选龙哥的词 好 好 已经决定了啊 选A A就是坚守之盾 恭喜你们 选了一个非常容易的选项 你们真的信吗 接下来呢 你们将在限定的区域里面 想尽一切办法来躲避敌人的疯狂攻击和控制 生存时间是一分钟很短啊 如果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们两位的角色都没有死掉 就可以取得胜利 这是狗就可以 对 只要狗 狗完一分钟就赢来 我擅长 没有树可以选 当然你们也可以选择击敌人来减弱攻势啊 好 如果 可能敌人那个攻势比较厚 我过大吧 就 我过大吧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吧 这这这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来吧 哇 今天又一戏了 妹妹 你别小心哦 啊有多了有多了 有多多了 也没有了 两个随风而起 我看我并没有感觉 熟识的不乱了 我来了我来了 我换结色了 好 好奇龙哥 龙哥你又没好奇了 你还好吗 可疑好强 可疑好强 笑得好开心 可疑好强 我好强 我好强 好强 哇这么多 我来了我来了 我现在完全看不到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我在哪里 你为什么一直在怪物中间 啊我被打了 我这个好强 你现在导演跟怪物做朋友了 我在哪 我再 我再放了一个寂寞的公认 还要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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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怪物好厉害啊 不是 多多你是一个人在打吗 我来了我来了 我在 我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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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空了 我再说一遍 没关系我只要活下去就好 啊我倒了 我好想替他跳啊 为什么他每次睡着 我这个要做的 时间到了 好我们重活下来了 我重活下来了 我重活下来了 对他们两个也可以休息了 因为他们真的很累了 你累吗 对我真的好累啊 我还好 所以你不能休息 接下来你会有一个新的节目 哇 对 专属节目 节目 我就说嘛 男主可能是排面很大的 还有个专属的空间 对给你安排了再就业 我跟你讲 要来了要来了 就是 嗯 接下去呢我们会有一个 我们原神的 恋爱冒险小剧场 哇 甚至要开始收 收后功了 对 但是因为这里边的主角 是没有配音的嘛 所以你就一边看一边配 好吧 考验你的时候 没有挑战 开始了开始 还是没有词 所以让我自己来是吗 对 嗯嗯嗯 好好的 嗯 那我们就开始了啊 接下来是 原神 恋爱冒险小剧场 心跳 原神徐元 啊 转学第一天 可不能迟到啊 因为已经先走了吗 明明小时候还是那么黏人的 啊 又迟到了又迟到了 啊 好 好疼 感觉要卷进麻烦的事了 肯定选撕啊 你们在想什么 肯定选敲音台啊 你没事吧 没 没 啊 超级有事 我的相机 你要怎么赔我 什么 你说没钱 那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摄影部的布园啦 日常很简单 就是一边保护地球 一边拍摄巨大的外星机器人照片 这既不日常也不简单啊 糟糕 敌人出现了 我们走 把我的日常还给我 我 哇 原来我们的男主创业到一世界 不是为了找妹妹呀 我真的好伤心呢 伊丁 不是 我们刚才为了保守起见 选了一个最安全的选项 怎么会变成这个发展呀 所以叫你就是选那个三 你就不行 感觉这肯定不会是一个开后宫的结局啊 而是一个非常杀雕奇幻的展开 你看你看他有什么开后宫的坚持 那也说不定呢 对吧 说定有什么人就会觉得他不错呢 派给他点 对对 没错 希望对吧 好 那么到这里 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呢 也要圆满结束了 有没有哪位小伙伴愿意给观众带来一句结束语 表达一下感谢的呢 谁 我我我 好的好的 出 派人出 各位旅行者久等啦 目前元神还没有正式和大家见面 但是作为生优的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 通过广播节目把游戏中的乐趣分享给你们 泰萌最喜欢大家啦 大家也最喜欢泰萌 喜欢泰萌 不要迫害他啦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同时呢也非常欢迎大家向节目留言 我们的邮箱已经显示在屏幕上了 大家要注意看哦 暂停暂停看这里 叮叮 那么在这之后的节目里面呢 我们会对一些观众来信做出回复的 并且还可能会满足大家的一些小愿望哦 所以今后也请大家多多关照啦 请多关照 拜拜 下次见 下次见 说明天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